不知道我等了这182分钟 今天能不能吃灰本 就那个牛肉在你嘴底下我 感觉我在吃到了陆飞的肉 你们知道肉发甜是那种什么烤 什么感觉 是大学生吗 他问我是大学生吗 说好开心 你就真的像那种 精灵故事里的那种北欧小前妻 我觉得我今天吃到的任何一个东西 都对得起我等待的那两小时 嗨 小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瑞哥的小实力 我是你们每天只吃一点点的 实力派女子瑞哥 今天我来打卡一下 大家最近炒得很火很感兴趣的 自助炒烧牛肉 128鲜牛肉唱吃的谭三娘 我跟你说 我今天第一次遇到排队排了83桌 现在我已经排了152分钟 预计还要再排30分钟才能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新店开业的人数 我撑的真的是超级多 不要让瑞哥等 我跟很多自助餐老板 说过很多次这种话 不知道我等了这182分钟 今天能不能吃灰本 好了 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们终于成功地上了楼 咱们去拿菜 饿死我 好 谢谢 拿两盆提筋 凤主爱拿一个 蛋饭要的 这是牛肉丸吗 要点 谁家吃自助我先吃包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拿的 这几盘是雕龙 然后拿了四盘 然后这几盘是饼吃 我拿了四盘 然后这边 这个地方 这四盘 是它很精华的 这个牛肋条 这真的是好肉 然后这两盘是三花指 就是牛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一盘是五花指 就是牛的腿部的 这个小腿的肉 然后我们第一桌 先吃这么多 然后等这一桌吃完了 我们再吃下一桌 因为桌上实在没有地方了 潮汕牛肉 当然要先喝汤了 看看是它是不是牛骨汤底 好喝 我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喝的 虫草花军汤锅底 跟当地的可能有一些差距 但是也是一道非常好喝的汤 对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我要直接开吃了 给大家顺 炒个善牛肉 感觉看起来还是蛮新鲜的 这一盘不知道在外面吃要多少钱 我估计也得二三十三四十 哇 你看它这个挂臂就很好 就说明它比较新鲜 在这上面很难掉下来 大概每一种肉的六到八秒就可以 然后它是讲究三上三下 就是这样 然后上来 然后再 可以稍微拿筷子搅和一下 然后再上来 然后最后一次下水了 先口口尝一下肉的质感 真的可以 在北京 可以跟正常非自助的炒牛打个平手了 咱们来点沙沙酱 喂你们 蘸着这个料汁吃呢 口味口感 让人开心的想跳舞 就那个牛肉在你嘴里跳舞 然后你的身体会不自主的跟着那个节奏动 再喂你们一口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吃吊龙 尝一下 我这两个小时 我刚才可心酸了 结果吃到这个肉的一瞬间就治愈了我 确实好 教大家一个读秒的方式 如果你读秒会读慢的话 你可以使用那种 急救常识中用的那种千分位的读秒法 比如说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好 那这就是6秒 可以啦 让我真的吐槽 虽然这个勺子看起来很正宗 但它食饼真的太短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烫手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被香味迷住了脑袋 哇 食肉真的太爽 这样一盘柔柔嫩的小雕龙 我给你们换一下嘛 这盘给你们吃 你们给我一个 没有你白 我还得继续努力 因为白是好看的呀 所以你很好看呀 我的发型很好看 是吧 你发型真的很苦 你自己设计的吗 自己做的呀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然后我看它 我拿出来 我的发型吗 我头发可少了 我这都快秃了 没事 是吧 它明明决定 明明决定 你就真的像那种 精灵故事里的那种 北欧小仙女 你知道吗 绝了 你长大可以当个 你长大可以当个模特 是不是 我想说你的话 就是大名 把这句话给我放大 哇 这个发质也好好呀 他头发比我多 你们怎么吃这么多呢 我 我比较能吃 我还喜欢脑光的 那你将来去 也去做自媒体吧 姐姐是一个美食播主 我已经关注你了 你回关就会了 行 那我回关你一下 但是主要就是 主打一个护粉 那你什么都把你吃饭 你爸妈能同意我 你爸妈要知道的话 我就可以放 因为你是未成年人 我们得保护你 吃饭好香 那我就特别爱吃饭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 他问我是大学生吗 就好开心 在北京打拼了10年了 我马上要到30岁了 好厉害 都是足够的自己的特点 不会跟别人不一样吗 我谁能吃 真的 我们老师都问我说 说 跟饭头有什么区别 没有办法 但是等我长大之后 等我自己开始 可以强大到避开的一些生意之后 我发现这些东西 可以给我带来 可好 我有好多人喜欢我 是因为我能吃 对吧 这个雕龙 比刚才的食饼要更韧 然后更有嚼劲 然后它相对的肥油 也稍微会多一点点 还有筋 那真的好好吃 在等待水开的过程中 咱们先吃点小零食垫垫 实在是有点饿 这包子都没人拿 挺好 牛啊 这是他们家的牛排 不要拿 照这些鲜甜牛肉差得太远了 这个是牛肋条 它非常少 一条牛身上也就有 一点点肋条 很绝 卵中带着韧性 有点像就是 熊鹰般的女人一样 这肉呢 有点绵密 然后有点发甜 绝了呀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每次都是会把酱 浇到这个肉上 因为我吃肉呢 量比较大 然后呢 肉上来的时候 会带一些这个锅里的汁水 如果我用肉去不断地蘸这个酱 那这个酱最后又会变得很稀 你们这肉发甜是有什么烤 什么感觉 那一条真的超级好 你相信我们 他一上来就拿它 如果是128这个价位 在外面吃肉 肯定不会吃的这么爽 未来他们家有可能会涨价 因为他们家现在只开了这一家新店 我怀疑是刚开店的时候 做这个 做这个电线或者做这个特惠 三花纸 好吃 空口吃就好吃 这个牛肉又香又甜 你看基本上是瘦瘦的 好 这个是三花纸 蘸了料的 吃肉真的超级爽 咱们尝一下这个五花纸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们家的五花纸 我个人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五花纸 它太有弹性了 就对不起了海贼王的小伙伴 我也是一个海贼王的迷 但是我感觉我在吃到了陆飞的肉 它就是有那种 弹力超好的那种 我之前跟一个潮汕的朋友 他说牛筋丸 是他们那儿相对不太新鲜的牛肉 会打成牛筋丸 就他们这儿呢 然后如果超过了两三个小时 或者三四个小时以外的牛肉呢 就会被他们做成牛筋丸 我还拿了他们家的一些牛蹄筋 咱们先检查一下他们家的牛筋丸吧 哦 可以哦 嗯 好吃的 口感和调味都很好 基本上在我心里算是 某季顺和的水准 嗯 可以 而且咱们还尝一看牛蹄筋 就是口感刚刚好 很干净的味道 真的超级好吃 而我觉得我今天吃到的任何一个东西 都对得起我等待的那两小时 好了 我的试吃环节当时结束 我现在准备正式开始吃饭了 我肉的胃已经基本上接近于饱了 但是碳水的胃还远远没饱 嗯 好了 这期就吃到这儿了 肉的品质一点问题都没有 比较好吃的地方是他们家的三花尺 和这个类条 这两个我最推荐 大家觉得锐哥这顿吃灰本了吗 猜猜今天晚上有没有夜宵呢 夜宵时间到 今天夜宵吃点下饭的 这个是香菜 然后这个是优腺香肝 这个是腊肉竹笋 然后这个是豆角茄子 然后我自己煮了一锅米饭 你应该把这些吃完 就能保住睡觉了 拜拜